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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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放棄這個女朋友 是喜歡她的,就什麼都不用想 我覺得這次不像一般的恐怖襲擊 很可能是想挑戰我們的警方 甚至會挑戰我們的政府 其實生活上有很多細節 都可以是破案關鍵的 有個匿名的好心人 寄了八千元去醫院捐給財叔 任何先生都不要放過 林先生,這個月八號 港商銀行旺角分行的提款機 有一批純號號的新銀紙 這兩張一千元是其中的兩張 銀行根據新銀紙的編號和交易紀錄 追查到提取這兩張一千元的人是你 請問你在八號下午三點鐘 有沒有提取過六千元? 有,那你是不是捐過八千元 給早幾天在信達商業中心 被炸傷我盧叔姐陳友才? 捐錢當然沒有,Sir 何況八千元那麼多,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Sir,你相信我吧 不怕老實告訴你,我現在還在跑山 我媽媽的肝有事 上個月做手術只剩下十萬元 我還用欠一人錢 那你有沒有印象那些錢怎麼用 或者有沒有借過給別人? 我三千元找了卡數 然後一千元就進入電話頭的戶口 另外還有兩千元,還給朋友 是公司申請回來的健康導師Ben 我查過了 林志成的媽媽在上個月 真的做過肝臟手術 他哥哥還說他兩兄弟 每人還夾三萬多元手術費 我也查過銀行和文碼會 證實是在按機的同一天 他找了三千元的卡數 以及過了一千元給馬會的戶口 他找了卡數的三千元 銀行可能很快就給其他客戶 轉了幾千手也不定 轉手轉到兩張人子在一起 機會都很明白 這兩千元一定是還給個健康導師的 就算錢真的健康導師寄去醫院 也不代表他有可疑 可能出於好心 我不管道師是不是真的好心 任何線索都不要放棄 請他回來問問 我是自由身的健康導師 最近就簽了天坤插拳 開了瑜伽班 負責幫他們的員工保持健康 還有減壓 林志成也有來的 我跟他算是挺適合談的 大家有時間還會賭少許馬仔 你借過錢給他嗎? 上兩個月我借過二千元給他 不過他很快就還給我了 記不記得那二千元是怎麼用的? 怎麼用?真的不太記得 因為那幾天我也用了多少錢 之前薯薯還按了一萬多元出來用 那一萬多元呢?那一萬多元 你怎麼用得了? 細手我真的不記得了 不過前幾天我就拿了八千元出來 寄去醫院 捐給一個炸彈案的受害者 對了,這兩張新的一千元紙 你認不認得是林志成還給你的二千元? 什麼?一千元紙我想將一張都差不多 不過林志成還給我的錢 也挺新的,我想總是不出奇吧 你捐錢給受害者,認識嗎? 我不認識他 不過我看報紙覺得他挺可憐 還被炸彈炸傷了 同情他就捐些錢給他 你跟他非親非故,捐八千元給他 你很有錢嗎? 我也是打工仔 不過我小時候在外國讀書 試過大病一場 之後死過上山 覺得應該多做些賺錢 之後就經常捐錢去慈善忌投 好了,我們要問多少差不多 麻煩你 不客氣 如果有什麼需要的 都可以隨時找我 謝謝你,厲害,不要送我出去 是,Sir 謝謝,Sir 駱Sir,這個人沒什麼可疑? 這條線暫時不用跟著 集中資源,跟其他資料 是,Sir 好心有好報復有遊歸,各位街坊 多多應點,少少無歸 謝謝… 同一街坊 支持… 善有善報復有遊歸 你這兒讀的學校 都是這個團體拿出來興建的 多管一點 對 那好吧,我今天一百元了 謝謝… 謝謝你,張小姐 少少無歸 你這麼好人 下次來我報紙當買報紙 我私人多把紙巾給你 好心有好報復有遊歸 有事,支持 小姐,你幫忙嗎? 我在附近吃午餐 過來看看成績如何,怎麼樣? 還好 小姐,聽聞成績很好 還好,多得街坊支持 好,今年不用做阿爾 那也未必,菲Sir收到風 彎仔變得很厲害 我們是叮叮碼頭而已 真的不到辭職時間 都不知道誰贏了 菲Sir難得今年做主席 當然不可以,菲Sir 最重要是做才行 對,輸贏真的無所謂 如果我們游賣點勝出 街坊也會開心一點 對,我支持大家 我也是游賣的一分子,看看 小姐妹,你這麼好? 小姐妹,你這麼撐 爸爸當然開心 不過多多億,少許都沒有他 菲Sir,你女兒我只是捐五百元 其他有些全是Kingsley捐的 她這麼有心 記得和爸爸多謝她 收到 菲Sir,你看看 人家自半散都垮了 來支持我們尤華地 這次贏了 贏了 贏了 這麼久還沒有消息 誰說是天黑錢通知的? 難道我們輸了? 不要緊張,來,先喝一杯茶 不是吧,現在輸贏 以勝定局不用緊張 還是那句話,最重要是做善事 那倒是 你又說不緊張? 不緊張,是心急上癡而已 貴哥,難道是結果? 貴哥 怎麼贏了?輸贏了? 是? 輸了? 是 不過是灣仔區,不是我們 那豈不是真的贏了? 對,贏了 通常我們還要上電視台 趕快開飯吧 趁外面店舖還沒關門 我們要撿個套見得人的西裝 好,乖 今期我們從尖旺還不威得盡 這次我們真的幸運 我們只是僅僅贏關仔區四千元 那豈不是全靠細尼妹他們的五千元? 雖然我說,浩先生真棒 細尼妹沒有戴錯眼識人 小細尼妹的家人 怎麼會這樣也能碰到? 他們來幹什麼?派人來參觀吧 抓住個耳朵都拍了一頓 前世沒見過藝人嗎? 謝謝… 別管他們,開車 那些角色都不頑皮,對嗎?老闆 老闆 老闆 老闆,這個人是夢了 老闆,飛Sir搞什麼?這麼久? 副導演說要跟他聊,可能聊久了 那個不是Alex? 他經常來找我買水果 我替他選擇,是老朋友 我先過來爹兩句 謝謝… 警總理,今晚我押續項目是由你贊助 表演完畢之後就到你們出場了 行了,知道了 那你在化妝間等一會兒 我稍後再通知你們 謝謝 他們幹嘛在這裡? 今天有街坊籌款項目 游麻地贏了 游麻地?怪不得 沒事吧 走快兩步吧,給你打招呼 你放心吧 新一個是那個代言人,一定是你 謝謝你,但我趕著進廠了 遲點談好不好?再見 Alex 這麼巧在這裡見到你 你是… 環球… 九龍城環球仙果店良哥 來買榴槤,都是我幫你選擇的 好…記得了…怎麼樣… 阿美總和Safi在一起 放心,我沒大聲跟別人說 好…不好意思… 打招呼,遲點談好不好?再見 十老公 你走進來幹什麼? 我剛遇到老朋友 快到我們了,要人到處找就不要了 好,沒問題,站住… 稍後見 景山、景太,游會這麼巧在這裡碰到你們 是呀,游會這麼巧 你們的嘉賓力嗎? Alastasia,她是總理 她請我做班長嘉賓 時間差不多了吧? 要準備的了 那不妨礙你們了 我對著靖兒玩呢? 你們別走 你們別走,你別走 我們? 當然了,說你 剛才我對著吃耳環明明在桌上 你一進來現在不見了 不是你偷誰偷 快這回合來,五百多萬 八婆,你有病嗎?我偷偷你的耳環 不是,你拿誰拿 把這回合出來 你別走 你找清楚 什麼事? 別說 這個人偷了我對鑽石耳環 我去報警抓他 報… 誤會而已,我兒子不會偷東西的 就是了,八婆 我剛才看到老朋友在跟他聊幾句 我偷你的鑽石耳環 台灣傷害真是 你別聽他說,分明是藉口 請問你這位老朋友叫什麼名字 他… 這裡是VIP化妝間 他哪有認識人,報警抓他 控制一號化妝間 有人做了事麻煩… 警生警太太 這位同事來幫忙 我們認識的,不是化妝間 我妹妹跟她兒子在拍拖 我們遲些還做親戚 我們進來找她是不是不行? Retoria Kingstee真的跟她女兒在拍拖嗎? 是,我們兒子是認識她女兒的 去過街上 不過年輕女兒的事很難說 我們剛才看到她們來 是 看法說,我們見過一次面 是,我們不太熟悉 如果又不見事,應該去查清楚 老婆、老婆,她的耳環在那裡 我看你剛才在社交,我替你看著 原來那個賊是你老公 一場誤會而已,沒事了 難怪這裡叫化妝間 人家戴著面具 白鴿眼,狗眼看人 戴,屁屁 在宣布今年籌款冠軍誰屬之前 我們有請就是今天的頒獎嘉賓 就是得志慈善教育基金名譽主席 蔣惠珠校長上台,有請蔣校長 今年的冠軍就是 油麻地街坊合作社 恭喜,一共籌到20萬8380元 這時候你又有請 油麻地街坊的代表上台 謝謝 謝謝 謝謝… 恭喜油麻地區的街坊,恭喜 翠先生,今年獲得冠軍有什麼感想? 當然很開心 各位街坊 之前有人看不起我們油麻地 結果因為有大家的支持 我們贏了 證明我們油麻地就行的 我們這一區雖然是草根階層比較多 但是我們人窮志不窮 做善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這麼有善心 其實全部都是上等人 沒有人可以看笑的 油麻地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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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校長,聽說你們的兒子拍拖 你兒子跟他失敬 和油麻地街坊代表那個女兒 拍拖多久? Victoria,你是不是不喜歡你拍拖 是不是不喜歡那個女孩子的出身 你爭不爭執,你爭執,你爭執 你爭執,爭執,爭執,爭執 爭執,爭執,爭執,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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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不好意思,我幫你拍拖 好,謝謝 別拖住,你爭執,爭執 我幫你拍拖 那個八婆神經病 說我偷了她是豬耳環 不是豬耳環,是鑽石耳環 豬那大耳環還不是豬耳環? 人的格格這麼壞 做多少善事都是沒用的 那些所謂上流社會的人真是虛偽 Kingsley家的人都一樣是白鴨 根本就看不起我們住洋華地的人 怪得知我看見你在電視這樣說話 原來你是說給他們聽的 當然 菲Sir已經很給他面子了 如果給我,噴到他一臉皮 散到他立立靈,也不搞什麼 還有我們妹妹,很失禮嗎? 就是了 那她在說什麼? 她說那妹妹是跟她兒子去幾月街 很乖,還有 有些年輕人的東西是說不買的 那就是嫌棄我們西里妹妹 她的姑姑才夠惡頂 她的嘴唇瞄嘴瞄視 整天瞎瞎瞎瞎,像抽筋一樣 如果做好我們的親戚 大哥第一個白血管 其實他們的家人是怎樣? 不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Kingsley對你好 我沒事,我也沒事 媽媽,做得好嗎? 好很多了 屈臭的事少,我也擔心我摔下那張照片 明天被人登出,真是醜了 Victoria,你放心,我已經做了事 所有編輯都答應我 說不會讓你摔倒那張照片 謝謝 別人給的,我不是說要歧視他們 不過他們進電視台領獎就領獎 又要到處走,又找人簽名拍照 還要連貴賓化妝間也進入 被人誤會都是自己拿架來刁 大哥,你說是你嗎? 是,這麼大個人 周圍抓住藝員,又拍照又簽名 其實他們第一次去電視台 都是人之常情而已 上次爸爸來在倫敦 碰到Tiger Woods 你也問他拿簽名吧 那時候你的眼神 都像小粉絲一樣 總之讓其他總理知道他們認識我 我也覺得不好意思 下次姑姐你就跟別人說 如果說連你這個兒子也不認識 那就不用不好意思了 對不起,昨天的事 可能言語上有點誤會 我媽媽他們沒心 令伯父他們難堪 我對他們說對不起 不要緊,Phoe Sir他們也沒什麼事 不用擔心 不如找一次機會等他們見面 看看什麼時候有空 有時間沒空了 康Sir 我說細妹妹有時間沒空了 那你這麼有空來找我? 我來找你談公事 你來單炸彈 還有什麼?難道找你撐腿腳嗎? 劉Sir 對不起,收拾吧 為什麼你叫Kings不再幫我? 你們西聯門上司 我怎麼不幫你? 有什麼話就立即說 我已經在順達商業中心外面的花草 放了一個威力很強的炸彈 四十分鐘之後就會爆炸 其實法政科那邊已經證實了 報警這把聲音是電子合成聲 兇徒的電話在接通999報案中心之後 跟合成聲播出之前 有一秒鐘的停頓時間 這幅是整段電話錄音的聲譜圖 這條線代表聲音的頻率和震幅 最初這一秒反應沒那麼明顯 一秒鐘之後,合成聲才出現 但其實最初這一秒在沒有聲音的情況之下 應該再平坦一點 我將它放大一百倍之後 發現並不是完全沒聲音,你們聽聽 對 那就是說現場還有第二個聲音? 沒錯 而且這種聲音在整段錄音裡面 都是存在的 你們到底是什麼聲音? 根據聲譜圖分析 應該是屬於一些金屬撞擊的聲音 或者拍子機以及一些特別樂器的聲音 可以確定嗎? 如果我準確一點的話 就把一段聲譜傳到麻省理工大學 他們有儀器可以確定,但需要一點時間 那麻煩你 除了段錄音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發現? 我推斷這兩個炸彈 很有可能是外國人 或者是流行外國的華僑所製造的 什麼炸彈也可以分別到國籍嗎? 打個比喻,好像英文一樣 美國人和英國人的口音、語法、詞意 都會有差異,炸彈也是一樣的 外國調查恐怖襲擊的專家 就是憑著炸彈構造的特性 去查出屬於哪個組織 這兩個炸彈有什麼特別? 這兩個炸彈非常獨特 他介入了傳統所用的彈簧針撞擊雷管方法 以及最新式的電雷管引火劑引爆方法 其實95%以上的炸彈 都會用其中一種方法 但他用了兩種 而且線路非常複雜 要拆解難度很高 還用了精密的水銀裝置 有什麼用的? 水銀裝置是防止炸彈被移動 如果有人想動炸彈 水銀就會流動,觸發導電 炸彈就會引爆 怪不得上兩次的炸彈都插不住了 那麼獨特的炸彈 會是什麼人製造的呢? 以我所知 在2005年 由澳洲軍事專家 Ruwin Horowitz教授所創造 曾經引起過 當地有很多電機工程的專家 廣泊道理 那就是說2005年 或者之後 在澳洲攻讀電機工程的人 都很有機會懂得製造這種炸彈 可以這麼說 其實我們最近都在看見這方面的專才 現在可以收集範圍 對, 專門接見那些 在澳洲修讀電機工程是回來的 程沙 2003年, 你怎麼懂得來讀電機工程 是呀 你2006年回來香港之後 做過什麼? 我怎麼能做到砍砍 我當中的球技術中傷害 我已經破壞了我的右手 Sir, 我是冤枉的 是, 我是在中央學校讀電機工程 但是我經常走堂做兼職 還差點奔不上業 莫說炸彈, 我連鬧鐘都不會弄的 是呀 我從Malford讀了三年書 畢業之後就回到香港了 盧Sir 不好意思 你上次因為捐錢給老叔姐曾有才見事 而給了那份口供 怎麼完全沒提過你曾經在澳洲 修讀電機工程呢? 是啊, 你們上次也沒問過我 我不知道這方面的資料 原來是對於你們有幫助的 對了, 既然你修讀電機工程 怎麼會去教瑜伽呢? 那行業出狀元而已 我想不是每個人讀的科 將來一定會做一個行業的 像你是Sir, 柴犯那樣 我想你們不是每個人都讀過犯罪心理學 其實我之前選這科都是隨便選的 反而我自己對瑜伽還有興趣 還有考試教練排 回到香港發覺電機工程這科 其實挺難找工作 待遇又不好 反而瑜伽就很受歡迎 機緣巧合, 就做導師了 不過最重要是收入也不錯吧 這段就是上次那段電子合成聲 發言的雜音 經過Dr. Campbell 用華省理工最先進的儀器 放大一千倍之後的效果, 你們看看 音樂很柔和, 很舒服 這段音樂很傻, 讓我聽過 之前我有一位朋友在家做儒家的時候 是播出這種音樂的 儒家音樂? 沒錯, 這種音樂 很多時候人們練習儒家的時候就會用 疑犯用太空電話卡 加上電子合成聲 目的都是不想露出任何線索 這麼說, 他應該是一個謹慎的人 但為什麼會這麼不小心? 當一個人的行為成為習慣之後 很多事情都不自覺 譬如一個修佛的人 會長期播出一些練佛機 信教的人就要播出聖詩 喜歡儒家的人 自然就會播出一些儒家音樂 因為已經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 所以他會不為意 那就是說, 兇徒是應該做儒家的 難道是… 儒家讀師王志斌 我覺得他的樣子不像 但是如果是的話, 他就是騙了所有人 除了儒家之外 他還在2005年之後 在澳洲收到電機工程 又經過錢給陳友才 還有一件就是有可能 中三樣, 應該不是巧合 Jolie姐, 這瓶香薰油是我專門託朋友 在印度寄給你 有靈性的追蹤, 你今晚可以嘗嘗 不過記住 要加上我教你那幾個儒家動作 你今晚會很憤怒的 謝謝, 多少錢? 多少錢? 我都猜到你一定會說這句 你又跟我客氣了 那怎麼好意思?經常都是這樣 最重要是你替我保持漂亮的樣子 做山招牌 我和你的交情, 哪有一計這麼多 這傢伙是兇堂未知 不過肯定是殺手 最近你好像很忙 我聽說細高山 遲些要做一個腦腫瘤的大手術 但是你是大高山的秘書 應該與你無關 你知道大高山很疼他兒子 他吩咐我們要在細高山入院之前 搞定所有事情 讓他有多點時間陪細高山 就讓我們看得到瘋了 難怪 那細高山這幾天就入院了 明天就入院了 他入院, 我們就放牢 別客氣了, 你是有多點心思念的 給你們看 因為你在做某些縣的縣 給你們打算 讓我安排 好好看 保險, 你是要去到大間的縣 讓我去到大間的縣 拿來做一個雙門 他輛車在這裡 這傢伙來醫院幹什麼呢? 不是探病戒女的 那現在我們怎麼樣? 跟了他幾天都沒消息 開車等吧 我們要去看見智斌幾天 他的生活很有規律 他每天都會去教瑜伽 下課後就去茶餐廳吃東西 有時候會去香薰店買東西 朋友也不多 唯一一次見到他的 就是在餐廳追求女的 他昨天去過人心醫院 我想探病很快就離開, 沒什麼特別 細鳥妹, 你覺得怎麼樣? 我跟過了他的背景 他有個大哥住在澳洲 而他爸爸黃炳鏗, 背景就不簡單 他以前是天君集團的董事 後來因為爭奪話事權失勢 被人踢出董事局 而當時的董事之一 大高先生罷免了他的職務 原因是黃炳鏗涉顏空公款 被ICAC查, 結果他掉頸自殺 而他太太因為受不住打擊 心臟病發, 結果死了 這件事我聽過 好像說大高先生和黃炳鏗 以前在大陸很老死 一起游泳下來打江山 一起發職, 不過可惜 可以共幻, 不可以共富貴 甚至江湖傳聞 整件事是大高先生撤局陷害 目的就是成為黃炳鏗那份 那些傳聞是否真的就不知道 但大高先生滾到風山水起, 就事實了 無論是傳聞是真是假 黃炳鏗被踢出董事局是一個事實 其他兒子黃志斌沒理由不知道 為何會幫受益的集團打工教餘家 老長, 有資料到 澳洲剛剛傳給你的資料 黃志斌2006年 在澳洲留學期間 在沙漠試爆炸彈被警方拉倒 被告擾亂公案, 留案底 還會弄炸彈, 又要種多飯 看來沒根錯目標 大高先生, 小高先生的手術 起碼要做八、九個小時 不如你先回家休息一下 有消息就馬上通知你吧 累我真是很累, 但現在哪有睡得著 大高先生, 你的電話響 有沒有人知道我這個電話 高紹天先生, 我 我是, 哪位? 我是誰, 你不用管 你知道人生醫院A座六樓的冷氣槽 有個炸彈就可以了 炸彈?你想說什麼? 我再說清楚, 你個寶貝仔細高山的 手術室在七樓, 下面六樓的冷氣槽 有個威力很強大的計時炸彈 在兩個半小時之後就會爆炸 你說我就要相信嗎? 你想沒有兒子送中的, 就試試吧 這個月弄得滿城風雨 連軍火專家都沒有苦兩個炸彈 都是我刻意給我警號來看的 那…你想怎麼樣? 想跟你做一宗大生意 拿十億出來, 買回你兒子的命 十億? 你還有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每錢去俄羅斯的戶口 帳號號跟著我會SMS給你 你別打算報警了 沒有人可以拆到這個炸彈 我會再打給你了 沒有爭取時間, 準備入錢 大高先生, 沒事吧? 你們兩個 大高先生, 這麼急找我什麼事? 庄長, 我想問一問你 你可不可以馬上把我兒子轉到地上做手術? 高先生, 手術開始了, 不能說停不停 況且這個手術需要的儀器 只有我們醫院才有 如果某人停了手術的話 會對病人的生命構成危險 所以手術一定要繼續下去 對了, 高先生, 是不是有問題嗎? 沒有, 我隨便問一下 可能你各分擔心而已, 你放心 我們醫院一定會盡全力 治好寧公子, 先收拾 高先生, 現在怎麼辦? 手術又不可以, 又不可以轉軟 難道真的要給他那些匪徒? 談好嗎? 怎麼樣?你的錢準備好了嗎? 我已經通知財務總監, 他們正在安排 但是十億不是少數目 銀行也需要時間安排 你最好再說實話 雖然我知道你不是一個誠實的商人 但你只有小子,兩人都不敢玩 過了數以後,打回這個來電顯示給我 就這樣 叫門吧 是,Sir Sir,你怎麼說 總區重案組,只有這麼久才開門 是廁所,Sir,什麼事? 黃志斌先生 現在懷疑你涉嫌和兩棟炸彈案有關 這張是搜查令,我們有甚麼搜查 沒問題,查清楚也好 免得我再回歸管道口供 紀錄,Sir,進來 這裡地方很小,兩房一廳 廚房就在這裡,這裡一眼都看完了 不用你做導遊,我們會自己看 你站在這裡別動就行了 分頭做事 是,Sir Sir,我肚子真的很痛 可不可以你吃一粒藥嗎? 好 我肚子很痛 高Sir,沒事吧? 沒事 阿敏,叫車子,在前,叫指揮 是,Sir 別動了 射傷幕僱而已,死掉了 我肚子很痛 你要那十億我已經準備好了 五分鐘之後就進入你的戶口 喂?你聽不聽到?喂?喂?喂? 我肚子,聽說你已經抓了放炸彈的匪徒 是不是立刻可以拆掉炸彈呢? 儀管中了槍,我們現在送他去醫院 雖然沒有生命危險 但是我們暫時不可以幫他下口供 那又怎麼樣? 我兒子又不能搬,炸彈又快爆 你現在才說沒辦法 早知道我給錢就好 我們這些警察都不知道在這裡做什麼 高先生,你冷靜點 你先說,其實我們的軍火專家 已經開始在做事了 不如這樣,你先去休息一下 我們一有消息,馬上通知你 你不要擔心 什麼不用擔心? 之前我兩次你也拆不到 那個匪徒發,除了他之外 就沒有人可以弄一條炸彈的 如果我兒子有什麼事 我就快點去試賣 A座大樓那邊 大部分的人已經疏散 而病人也都搬過來B座這邊 還有小部分的醫護人員逐續撤離 那七樓手術室怎麼樣? 可以撤離的都通知了 現在剩下主診醫生、助手和護士 繼續做根手術 雖然他們是志願留下 但是萬一炸彈拆不到的話 我都會依照警察你的指示 要他們在十五分鐘之前撤離 專家說這次這個炸彈很棘手 未必可以在限定時間裡面拆除 現在我們唯一希望的就是 怡空醒了,我們可以逃到他了 我們最終大家聽到 魯Sir 魯Sir 醒來了 醒了很久了,但神聞狗不認 黃志斌先生,我們警方在你家裡 找到大量用來製造炸彈的物料 有足夠的證據證明 你和之前那兩宗炸彈案有關 你還從有槍械 意圖襲擊警務人員,加上勒索 和這次的炸彈案 我估計起碼坐了三、四十年 不過如果你肯和警方合作 說出拆解這次炸彈的方法 我可以幫你向法官求情減刑 真的? 我可以保證 好,炸彈雖然很精密 但只要細心一點,也可以拆得到 拆了炸彈的外殼之後 你就會看到裡面的結構 裡面有很多很多條線 但只不過是掩飾 只要接駁著引爆裝置的 是紅和白兩條線 只要不要剪錯其中一條線 炸彈就不會霸彈 那應該是弄紅線還是白線 白線? 慢著,是紅線 不是…你讓我想一會兒 我突然想不清楚應該要剪哪條線 你是不是耍花樣?炸彈是你弄的 又會忘記的? 本來我記得的 但不知道是否剛才弄傷了 做過手術 所以突然之間我都忘記了 我們沒什麼時間了 請你想清楚一點 其實也有另一個辦法 你們可以叫炸彈專家 把炸彈移除 然後拿去別的地方引爆就可以了 我不是用水銀裝置不可以移動炸彈嗎? 沒錯,一般的水銀裝置都是這樣 但我設計的又不一樣 水銀裝置是可以解除的 怎樣解除? 解除的方法很複雜 並不是三年兩月可以跟你說清楚 要不你把線給炸彈專家 之後我再去電話教他 細黎妹,把線給炸彈專家 是,Sir 慢著,據我所知 水銀裝置不可能完全被拆除 一條線被折 另一條線就要立即棄作用 道理好像交通燈一樣 摸錄系統出現問題 只要其中一盞燈是綠燈 其他方向的燈也不可能是綠燈 水銀裝置也是一樣 所以任何情況之下都可以保持穩定 你可以拆除根本說謊 真好,這樣也讓你知道 對,我明明是騙你們的 那個二世祖的命是人命 我爸爸媽媽的命不是人命 現在阿蟻在你們手上 坐三十年和坐四十年這次就沒大分別 我現在盤死無大害了 我只是先要二世祖祖先 讓高小天沒有兒子送中 Madam,對不起,我們竟然盡力 但沒辦法令他義快跟我們合作 他什麼都不肯說? 他打來油花園,說話沒句真 如果不是教授Kick精明 我們已經中了計 軍火專家那邊一直都說沒把握 我以為你們那邊可以幫忙 真是棘手 Madam Kuo 炸彈專家那邊 已經把炸彈外殼全部拆除 也研究過這個炸彈的構造 知道有兩條線是拆這個炸彈的關鍵 不過他們不肯定是紅色線還是白色線 所以不肯定 Madam,專家說的話,義快都說過 但是我們不可以確定是不是真的 那就是說 他說的話,未必完全不對 與其現在我們什麼辦法都沒有 你們繼續再試試看他 看看能不能肯定紅線還是白線 是,Madam 那就是五十五十,義快機會而已 萬一拼不中,我們警方就握壞了 就算不拼,世高三下搬不走 沒有,一樣兇多吉少 到時候大高先生一定投訴到暈了 不知道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疑犯說真話呢? 或者我試一個方法 間接得出答案 你說間接是什麼意思? 就是由他身體的反應得出答案 像測方機一樣 觀察測方者的心跳和血壓 鑑定他有沒有說謊 可否解釋得清楚一點? 一個人在說真話的狀態之下 心跳和血壓都要處於正常的度數 相反,如果說謊的話 因為要盤算謊怎麼說 怎麼令人信服 左腦會處於緊張的狀態 在這個時候 心跳、呼吸和血壓都要處於偏高的度數 你的意思是 王志斌床邊駁住一部監護衣 可以看得出他心跳和血壓的變化 變相等於測方機 沒錯,所以接下來 我們很有技巧地問他一連串的問題 再觀察他回答的時候 心跳和血壓的變化 再判斷他是說真的還是說假 很有可能,開試探出應該佔哪條線 技巧這麼高的問題,怎麼問呢 在這方面,我可以幫到你們 但我需要知道疑犯的詳細資料 厲害,妹妹,你幫我談吧 是,Sir 怎麼樣,Sir 游上輪流問問我的炸彈怎麼查 再問你也不說了 問一些基本的事,寫報告而已 那隨便問吧 我想回答你的,我一定會回答 你在澳洲讀書 是否只讀電力工程師 沒有兼收電力或電腦之類 是,我只是讀過電力工程師 沒有兼收電力工程師 其他的科技我只會不斷碰過 你是不是半功讀,完成大學 邊做兼職,邊讀書 半功讀? 我申請過的獎金全都批了 夠玩夠就用有特 我需要兼職嗎? 你曾經在沙漠試爆 測試你製造的炸彈 被當地的警方拘捕了 被判擾亂公安罪,留有案底,是嗎? 是,我弄的炸彈這麼厲害 如果不去沙漠試,那會去哪兒試 阿Sir,你們問自己已經查到的問題 你們是不是太空了? 太空了 K先生,怎麼會這樣? 想不到他的情緒可以控制得這麼遲 說謊的時候依然可以很平靜 心跳、呼吸和血壓 和說真話的時候沒有分離 但反而說真話的時候 可以令反應很異常 是呀,他說自己不是半功讀 明明是說謊 但他的心跳反應顯示他很平靜 但問他有沒有在沙漠試爆 他說真話,偏偏心跳就不夠劇烈 還有,血壓還慢慢上升 可能他練了很多年的瑜伽 所以控制情緒反應可以收放自瑜 連腹膠感神經都可以用意志去控制 所以這個方法對他行不通 有種快樂那為 summarиз됐 我們要求求你解釋 這個方法對截 networking 修кольку肌初 iedereen在的,你習慣很舉辦 要求有所有人打過 要求你打掛公平 來打掛公平 再 amid黑店 stunning 的話,收到話 hierarchy 因 PJ明原來是其他人的 香港很享受第一次看到 現在再折落長冬中